最近很多天文迷都在讨论有关黑月的话题 台北市立天文馆也解释 黑月其实就是同一个月发生了两次硕 而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常见 因为以月亮的周期来看 每29.5天只会发生一次硕月 但今年5月就会发生两次 分别在5月1号跟30号 第二次就被称为是黑月 平均来说每32个月才会发生一次 台湾上一次出现黑月是在2019年的8月 而下一次将会在2024年12月才会再出现 农历每个月月初月亮通过地球和太阳之间 朝上地球的这一面霉阳光照射 变得一片黑称为硕月 这是月亮的周期每个月都会出现一次 但5月很特别会连续发生两次就被称为黑月 黑月其实不是属于天文学名词 在同一个月里面发生两次硕的现象 硕其实就是顾名师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看到月亮 翻开月历看看月亮周期 受望月每29.5天就会出现一次 时间点约落在农历初一 今年5月除了1号发生一次 月底30号还会再发生第二次 就被称为黑月 但黑月其实不常出现 平均来说每32个月才会发生一次 台湾上次出现黑月是在2019年8月 而下次将落在2024年的12月 它并不是非常常发生 但是因为其实硕其实是看不到的 就是如果没有经过特殊的滤镜去处理的话 你其实没有办法看到硕它真正的长相是什么 网络讨论热烈期待可以看到黑月 大家可能要失望了 用肉眼可能很难看出月亮的变化 解台北综合报道